文化航母 阿贝众马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朝衡的阿贝众马吕 是在开元四年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 当时他十九岁 同行的则有吉贝真贝和学问僧玄方 均为一时之选 进入国子剑学习的阿贝众马吕也不负厚望 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 先后是日本人阿贝众马吕 新罗人崔志远 阿拉伯人李燕生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 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 因为其他科目 比如明法和明算 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 进士科的设置 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 做人才储备 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 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 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 杂文 实物册 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 做填空题 杂文是写诗和篇文 实物册 则是论述实证对策 第一项靠基础知识 第二项是才艺展示 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 如此全面考核 难怪考仲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贝仲马吕却一举成功 此后他留在了长安 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 遗住就是几十年 天保十二载 思乡心切的仲马吕 被玄宗皇帝任命为 大唐初始日本的使节 与久别重逢的故人 遣唐赴使 即备真备 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 朝野上下依依不舍 民众一时的王伟等人 纷纷作诗送别 阿贝仲马吕 则写下了著名的 贤命还国作 送给中国朋友 平生易宝剑 留赠结交人 这说明什么呢 阿贝仲马吕 已经融入大唐 大唐境内 像仲马吕这样的外国人 不在少数 融入的原因 也五花八门 比如萨山王朝 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 流亡的波斯王族 复国不得 就只好渴死长安 但更多的是 来了就不想走 比如赖在 红卢寺国宾馆的 那些使节 问题是 并非所有外国人 都被唐帝国包养 吸引其他人的 又是什么呢 财富 机会 制度 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 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 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 这其实要感谢隋阳帝 由于大运河的开通 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 基本贯通起来 商旅从广州港登陆 去到梅岭 进入洪州 再向东进入钱塘江 就可以一帆风顺地 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 直至思路的东方起点 长安 作为世界首都 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 在此 帝国政府设有市局 和市准局 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 也负责平易物价 薄利多销的政策 刺激了消费 稳定低廉的物价 更让远道而来的湖商 有利可图 于是 以肃特 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 外来资本集团 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湖人的商团 非常专业 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大 有一次 某寺在做完道场后 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 长约数寸 形如朽钉 四僧不识货 拿到西市 请胡商鉴定 胡商只看了一眼 马上就说 哪里来的 开个价吧 四僧决定 狮子大开口 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 直到四僧将价码 加到五十万 胡商这才 不紧不慢地说 告诉你吧 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 四僧才知道 那是佛谷 此事的真伪 不得而知 胡商的长袖善武 却毋庸置疑 在他们眼里 对外开放的大唐 简直就是天堂 没错 长安是聚宝盆 扬州是硝金窟 他们当然乐不思数 但这样看问题 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中的 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安事之乱前 作为世界帝国 大唐弥漫着 英雄主义的氛围 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作为混血王朝 他们又不分种族的 对所有人才 都敞开大门 于是 大臣有天竺人 家业绩 名将有高沟黎人 高先知 外交官有波斯人 李密义 堪称各色人等 集集一堂 隋堂创立的制度 也是一块磁石 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 是最先进的 于是这些制度 被移植到了日本 就连长安城的模样 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 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 而唐人的生活 充满了趣味和诗意 并崇尚知识 智慧和才情 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 风流倜傥 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 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 诗人高氏 王昌龄和王之焕 在酒楼小隐 邂逅皇家乐团的 几位歌女 当时正值寒冬 天上微微飘着雪花 三位诗人 回避到外间 雍儒听歌 同时约定 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 来认定自己 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 不是王昌龄的 便是高氏的 王之焕开始沉不住气了 他指着歌女中 最出色的一位说 回头他如果不唱我的诗 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 也终于发声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枪笛何须 怨阳柳 春风不渡 玉门关 这一曲 直唱的回肠荡气 响恶行云 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 就此相识 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此事的真伪 同样无从计考 体现出的氛围 却很可靠 事实上 由于皇家酷爱此道 科举推波助澜 诗在唐代 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和交往方式 一种潮流和时尚 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 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 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 如鱼得水了 要知道 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变地证明了 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 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 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 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 还人才辈出 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 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贝众马吕 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 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 每次遣唐使来华 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 带回日本 吟诗作父 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 与唐宪宗和唐木宗同史的 平安朝查额天皇 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 寒江春晓片云晴 两岸花飞夜更明 炉鱼块纯菜羹 参霸酣歌带乐行 何况还有雕塑 绘画 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隶属的领域 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 第一是 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 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 日本的查额天皇 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志远 都有名作传世 第二是 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 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 事实上 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 胡旋舞和浙之舞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 鼓吹残拍 腰身软 汗透螺依 雨点花 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 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 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 受益也是双向的 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 内心丰富 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 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 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 商人 僧侣和留学生 从这里起飞 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 传播到东亚 中亚 西亚 南亚 西欧 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